大家好 欢迎回到法庭汪新闻的节目时段 今天就是2022年的3月16日 星期三 省时间 今节有我许散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 汪向编辑部的YouTube channel 正向报 浪冷气 3个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有些法庭新闻想合并 同大家在一节里面聊聊聊 其中有一宗 看到都觉得挺笨的 当然在那些黄友 黑暴友的角度来说 值不值得呢 可能他们会觉得很值得都不顶 为了光使嘛 是不是 革命来的 炮头炉 耍热血 有什么所谓呢 是不是 这宗案就牵涉在2019年11月3日的时候 太古城中心二旗北助西门对出的赵家言耳仔案 即是和这个慕业男陈珍 发生了一段的糾纤 糾纤之间呢 就被陈珍咬脱了其中一只耳朵 其实在香港这个社会 大家都明白到的了 如果这个陈珍真的发起疯来 咬脱了赵家言的耳朵 而当时太古城中心里面也有这么多的警员 甚至乎外面其实也是有的了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陈珍基本上都没得好走的了 而当时这些黄友就选择了 用他们自己的形式来解决这件事 即是俗称叫做私了 在这个陈珍咬脱了赵家言的耳朵 以及再之前 襲击一对夫妇 而且还有这个夫妇的亲戚 那怎样都好 如果这一帮人选择利用私了 即是围偶 作出种种的伤害行为 当然大家都见识过这些人的私了 见过很多不同的新闻片段 都知道这帮人没有人性的了 打到这个陈珍真的是一扑一扑那只 事后警方就拘捕了六个男子 即是当时有份唯偶 这个陈珍的人 可能在他们的角度来看 最多是告我伤人 是不是 有什么大不了 殊不知他们现在就被控暴动罪 还有有意图移伤人罪等等 案件就在昨天去了东区裁判法院提讯 原定要处理一些转介去区域法院的文件 因为疫情的关系 暂时未能够处理得到的 那个转介申请 最后裁判官就应控方的申请 把案件押后到4月25日才再審 好搞笑 其中有四个被告都要还押 其中一个就在昨天就没有到法庭 而其中有一个现在都已经是叫做一向还押 亦都因为身体的情况没有出庭 不知道是不是恶诊 那他们的指控就是说 在当日太古城中心二旗北坐西门对出 和其他人一起参与暴动 同日同地非法和恶意地伤害这个陈珍 意图对他的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 而其中有一个 亦都在同日的一间店铺对出是拒捕 而另一个还好笑 再加多一项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 那他就藏有了一支伸宿棍 有时见到这些案件 我都觉得真的相当之无言 还有觉得这帮人真的很愚蠢 其实事隔了两年有多 其实这帮人的心底里面怎么想的呢 会不会很后悔当时的一时冲动 虽然说那时候那些人就说很躁动 我在较早前 《望向星云》里面都说过一节 就关于叫做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天堂还是地狱 有时候真的存在于大家的叫做一念之间的 他们这个一念 令到他们有这个冲动 真的走向地狱 如果想一想 如果当时他们不是走向这个陈真动手 只不过拍片 拍下当时的情况 用来做一个呈堂证供 那是不是整个命运都会改写呢 那为什么说这帮人愚蠢 他会为了这个人 去咬掉了赵嘉然的耳朵 那究竟 是不是因为你觉得 严重到 影响了你们的光时这个大业 或者影响了你们的抗争 之所以就向他动手 那我们看看那个日子 2019年的11月 那时候基本上是叫狮鸟横行的 我还记得他们有些人 直接画一些卡通公仔 有只狮子 狮子的嘴就变了是个鳥的嘴 狮子的背部会有一只翼 那他为什么仍然看上去的狮子呢 因为他有狮子的头那里的毛毛 就是围着圈的毛毛 金毛 金毛 金毛丝王 那他就画了一只卡通的狮鸟出来 那他们还觉得这件事好像是很应该 好像很理直气壮 又是什么私了队 就是成立一个队伍专门去私了 这些和执行私刑是没有分别的 那好了 这班人会不会想一下 就算你将这个陈真 打到变成陈甲也好 陈匾也好 那有什么意思呢 其实没有意思的 就是对你们所谓的叫做 手足 那究竟赵家言 是否认识你呢 那可能你说 认识不认识我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 大家是同一个理念 那有时这班人呢 就是被这些字眼 枯死了自己 那我们看看这六个被告了 我看他们的年龄很搞笑的 最小的那个呢 是20岁 学生 接着又有一个25岁 就是刚才说 收到新宿棍的那个呢 就是说是咖啡师来的 那我不知道你拿一支 新宿棍去做什么呢 会不会告诉法官 说我来冲咖啡的时候用呢 有32岁的侍应 也有25岁的民员 36岁的良地官 还有去到61岁 喂 花甲老翁 你都真的打了 那当时候呢 那些人的气氛就是这样的了 觉得呢 喂 那么多人都动手了 难道个个都拘捕了 哦 再拘捕你们 那再者呢 他们现在在吵就是说 有没有搞错啊 他们在执行的是正义 为什么说他们是暴动啊 即使呢 也都觉得说是一种叫重判 就不应该呢 就说他们是一场叫暴动的 那暴动的定义呢 在香港法例来说呢 那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如果详述的话呢 就搬回了整套法律 在那里慢慢讲了 那基本上呢 你这样破坏了那个社会安宁 对于一些的普通市民 会产生到这种的恐惧 惊吓等等 甚至乎会損害到别人的财产 他们的东西 那基本上呢 已经是暴动的了 那你说是不是呢 那里呢 那里呢 虽然说一句 血肉横飞的 而且呢 你们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大战 周围也都有逃人 甚至乎有些汽车 不同的经过 也有附近有些店铺 那些广告啊 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之所以这帮人的愚蠢 其实呢 我们都 有职可尋的 那当时就叫做11月初 如果去到 赵嘉然的耳朵 这宗案之后呢 那就再数下去了 就变成了 开始叫做 里大围城 中泰保卫战 那些那些人呢 其实 那个愚蠢的程度呢 或者那个潮流呢 都是继续延续下去的 有这6个呢 或者发生了 再之前的那些东西 那些什么 831 721 那些那些 我们记住 那时的氛围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抓人呢 为什么呢 明明看到 721的时候呢 外面又有黑衣人 又有白衣人 为什么这么久 为什么这么慢呢 那就叫做 要搜证 也都要找到一定的证据 能够去起诉的之后 跟着扔给律政司方面 觉得OK了 才可以去 正式落案起诉他们 就是这样解了 所以为什么呢 如果不齐了 就会有麻烦 扔给裁判法院 或者被法官看到的时候 没理由 不可能不齐了 这样的话 是疑笑大方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回来 这些人 这6个 刚才说到 究竟会不会后悔呢 那就再借了 他们觉得 有个叫做革命的激情 就是觉得光时这件事 就一定能够叫做光复到的 只要继续就撑下去 他们那时候是这样想的 我们现在回首前程 看一看了 两年过去 你看看 泛民的 拉得是拉 坐得是坐 走得是走 还有其他人呢 又是什么煲底件 还是怎样 是的 煲底件 然后呢 去到BNO组家 都跟你说 要煲底件 不要傻了 都不会光复到 都不会光时到的 到时光复到 就会回来香港见 见你的头 他们连那些父母呢 衰得说 他都说怕 都说不回来 是不是呢 那你等什么 才能光复到 那你做些什么呢 可以令你光复到 难道在英国那里 搞一下集会 或者搞些什么 游行 找些人 周围和人说 香港发生什么事 你听完就走 听完又怎样 不断帮你追着 都问 跟你说 不会的 就算这个什么 香港监察 自己都一批东西 所以他们可谓叫做 光时抗争梦一场 其实都挺愚蠢 挺可惜 由这一单 讲完之后 就讲到另一单 就是有关于 之前发生在沙田大围 新翠村 新芳流 对出的 足球场 当时的流动采样检测站 发生在2月12日的时候 有个黑衣人 整身都黑色 推着一架 着火的垃圾车 冲去这个帐篷 大叫 香港人反抗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反抗 他就被控 一项中火罪 提堂之后 他需要还压 本来他都可以叫做 快点回来審 很可惜 现在在疫情下 再加上他当时 还未完成检疫 当时也有法庭方面的考虑 没有带他上庭 现在他要的案 去到4月11日才再提讯 期间警方可以再作进一步的调查 包括 会看一看CCTV的片段 可能还有其他不同的东西 我都很期待在法庭究竟有什么 因为大家还记得 这件事之前 李梓敬还走出来抽水 又说什么暗杀他 就是说有街坊跟他说 会不会是见到在Facebook 有个直播 或者贴 就说他来了这个检测站 所以就想去检测站找他 甚至说要暗杀他 还是怎么样 所以 因为看不到他 因为刚好李梓敬说那天 就去看义工 有包什么物资 说疑似 因为这个黑暴友 看不到他老修成老 所以就烧垃圾车 推去检测站 蝕粉 暗杀他失败 找些东西出来做 说到这么夸张 我想看看上文下理是怎么样 他现在都只不过是 被控一项中火罪 有没有说什么意图谋杀 没有 是吗 完全都没有跟你李梓敬有关 好心不要去办事 我很希望到时看到这个瘋子 在庭上可以叫做现身说法 会不会说一些 跟李梓敬或者新闻党有关的东西 或者对于这些什么 Kiroro100 有没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说 即是对于这些意见领袖 有什么意见 有时候那些东西就不要 道听途说之后 或者听了一些坊间那么好笑的东西 那么愚蠢的东西 就放在自己的标题里面 用这些低能东西来做标题党 引人注意 暗杀你都想得出的 你都可谓 抽水都无极限 除了闭露电视片段之外 还要做一些科学鑑证 他中火之外 还有控告他 意图损坏财产或者网固该财产是否被损坏 这样的 那这里一件事 到最后都想再说多一件 可能大家看到标题 咦不是两件吗 就当送多个小小小小吃给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小吃 还不喜欢吃这个叫施华力腸 因为那时候我经常看到七十一便利店 有些人剪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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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香 那那个送科员就说 本来就要送一些施华力腸 就去黄竹坑的警察学院的食堂 他知道自己那天要送的时候 Instagram就上载了一张订单的照片 然后就说我要你们全部订不了业 一个追踪他的IG的朋友 就把这张照片转发给他学警 然后就说 不是吧 我好像还吃过的 那些腸好像不知道是什么 厨师腸 还是什么 司华力腸 什么 然后这个人就被捕 他否认刑事恐吓罪 说到自己的我玩一下 他就后来被判囚七个半月 哇好重 然后就申请上诉 那他其实呢 他对于他的刑期 都申请这个叫上诉 那当然了 就被他保释 那一边坐一边等了 那他这件事的上诉就被驳回 那回去继续蹲 那高等法院的法官 张官就说 其实呢 裁判官并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 那他上诉的理据是什么呢 那他说到了 说他案发时候呢 只不过只有20岁 初犯 如果以量刑起点是9个月来说呢 最后判监是7个半月呢 明显就叫过重 那他也都引述了两宗的案件 那其中一宗案呢 就说有人呢 就拿着刀 就去恐吓这些街市管理的公司员工 就说你扔了那些东西 我要折死你 要你XC底 那当时这个人呢 最后啊 就判罚1000元 而且呢 判监禁两个月 不过呢就换刑两年 那跟着上诉一方就说了 那是不是先 那对比来说 是不是很重呢 他也都再说了 就说呢 哎呀这个黑暴友呢 已经是很后悔的了 还说呢 要向这个学警呢 就致歉 就说裁判官呢 忽略了 对年轻这些犯罪人士呢 被一些较为宽容的刑法 给一个机会去改过自身 那答辩方呢 当然是不同意的 他这个上诉方法 那就说了 他这件事呢 他威胁的对象 是案发时候啊 正直呢 是一些受训的学警 不是一个人那么简单 是一个整体的类别的人士 而刚刚呢 这件案的案发的背景呢 適逢了很多行的大型社会运动的事件的时间 而这个人呢 他都表明了呢 对警务人员的不满 认为警员呢 是作出濫捕 所以呢 就说要弄些什么 全市场 等你们什么 不不得要 只是施华力抢 总之是 很大的抢 那些抢 就说他呢 在这件案里呢 作出的威胁呢 并不是因为现场 受到其他人击发而作出的 而是有目的地向这个警察学员作出的 所以呢 说这两宗案件呢 是有别的比喻不论 很明显 所以案情呢 也是非常之严重的 其实当时候呢 裁判官呢 也都因为那条人呢 他那个年龄问题 才着情扣去过半月的而已 他说已经是非常之宽大了 还要呱呱吵 搞笑了 那又继续去蹲 蹲蹲蹲蹲蹲 好快过了 这段时间都 那我想这个人出回来的时候呢 应该都不会再吃这些什么司华力抢 看到都害怕 那这样就一世了 这些人呢 真的以为自己这样玩呢 就好好玩就会没事了 其实呢 好几宗案呢 我们听完之后呢 他们都是有一个同样的错误 就是以为这些呢 是好小事而已 捉我不了的 那都要拘捕 有没有搞错啊 即使去放这个厨师抢那些 又觉得自己玩一下 那再者呢 那个什么香港人反抗的呢 亦都是癫癫地的 他以为呢 这样做的话 就会引起到 其他人的共鸣 或者叫刺激起呢 其他人呢 一起出来反抗嘛 那他能不能够叫他 牺牲小恶 完成大我呢 那当然不行啦 那也都不希望 看到这些情况出现了 对不对 那好了 那三个故事 先说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